我们走到比较深 因为其实我想知道台上讲什么 然后可是刚刚前面的有些群众比较激动 然后就会在那边喊百灵果滚出去 百灵果滚出去 其实我当然有点难过 Podcast节目百灵果news主持人凯莉 与Ken昨傍晚现身倾倒东路 想要了解立法院前面活动的状况 却被现场民众无情怒骂滚出去 除了PTT网友笑识不构率不能参加外 昔日他们称太阳花运动是搞笑卖萌的黑历史也被挖出 而他们深夜也拍影片回应该事件 录完音然后想说去周二夜之前 直接走到旁边的立法院来看一下现在最新状况 这个雨超大 哦雨超大 人其实很多耶 对啊超多的 救救救救个针 按另外一面呢 百灵百灵 辛苦了 带带带上来 谢谢 要法服专线耶 你看这边他们还有送雨 哦谢谢我们不用了 给大家看一下 超大人还那么多 其实我很感动 对啊 他们 我们现在要赶去卡米地 因为等一下我们有卡米地的 百灵果周二夜 然后今天来宾是呱吉 我们走到比较深 因为其实我想知道台上讲什么 然后可是刚刚前面的有些群众比较激动 然后就会在那边喊百灵果滚出去 百灵果滚出去 其实我当然有点难过 然后那个一反省就超多人 扭上来说 啊 就是你不要害介意搭击七七叫激动 就是好可爱啊 你们在跑步来找我吗 不是你们刚刚不是在不是大棚那边 然后你在那边吼吗 对啊 然后我就超级好妙的事情是 在我旁边那个奶奶 她好超大的声说百灵果快滚 然后我就后来我就住下来 我就很疑惑 因为因为你们没有挺白或挺的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们说 你真的有听过百灵果吗 他说说我们不知道百灵果是什么 他其实跟他一起喊到 其实这真的是 谢谢 真的 It means a lot 你这样来 我真的吗 我很感动 也渐渐了 你说 KEY знаешь 就是看他 我们不知道 做这个 就是要做 C